為了提醒過來 蕭鳳人員恰好救援技術 來進步蕭鳳宿地第三點 蕭鳳訓練中心 基盤是控制制恰好救援挑戰賽 為期兩天的比賽 這次總共有10月 來自全台國地的蕭鳳機關隊伍 和市民間隊伍參加 希望做出 向國蕭鳳機關進行經驗交流分享 台灣恰好以外造成的人員上榜 每年平均大約40萬人 所以救援人員在蕭鳳方面的訓練 就更加重要 來進步蕭鳳宿地第三點蕭鳳訓練中心 基盤蕭鳳救援挑戰比賽 就是要讓蕭鳳人員有更多事務操作的經驗 今年1到5月總共有15萬件的交流事故 那平均每個月會有1245人死亡 受傷的話大概會有19萬 那各位就知道這個數字很高 所以我們對向人的訓練 會加強車禍救助這一塊 那我們希望透過比賽 來做各位的技術交流 讓各個消防局的同仁 能夠來互相學習 比賽中每一個隊員後 都有不同的狀況 並且要在20分鐘來救出一隻雙駛 我會強國幾位團隊很安全 蓋在運用 和最高便宜前的救護頂點的美化 每一位救載人員都專心導致 電行兵士訓練的成果 那我們準備的時間大概是從8月到現在 那操作的感受是我們平常 可能是我們平常操作的難度會比這個更高 所以感覺這個流程我們做起來 我們還真的很快又很順 然後大家同人默契都很好 那消防署辦這個比賽 其實是可以讓國內一些 對車禍救助有興趣的消防人員 搶救人員 對可以互相增進這個技術的交流 我是覺得不錯 這次參賽中 不僅有10位為全台高的消防機關 也有四位民間義肅團隊 大家都抱著客師的心態 透過比賽進行交流 如何相關無心中 我們桃園義肅特殊大隊 是平常是大家是各行各業 那我們平常是利用假日的時間 大家集合起來訓練 因為我們一艘的分隊長 他就坐報廢車 所以我們有撿不完的車子 所以相信大家已經都很會撿車子 抱著選舉的心情 相信這一次行程 我們一定可以有滿滿的收穫 如何快速又更安全的救助上架 是真可憐到消防另外的領地以及技術 不能經過專業的訓練 也需要不斷沖洗救災的地震 才能在災害現場發揮最大的光臉 記得前往差不多